我們我們今天這個主要是討論合作社 然後 我們合作社這件事情 就是 我想笑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 今天下午討論的東西主要是 要建立在我們 養肌合作社或者是健太老師 就是我們合作農場既有的一個 營運的 的一個經驗下面去 試著要讓他更 就是更 標準化然後有一個流程出來 然後我們今天下午討論出來就是 主要會遇到 兩個 比較迫切的需要 被 解決的事情一個就是 因為 農場他會有貢獻度的問題 還有 勞務工時的部分 所以 呃 像 紀錄工時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下午討論說 其實會遇到 一些狀況就是他 工時沒有這麼好紀錄啊 或者是 大家比較 呃 主要是便利性的問題啊 就是 會 不容易去登記的話 就會 不 不方便去登記大家就會 比較不去 寫工時 啊因為沒有寫工時的話 就會比較難去 去計算我們 一個合作社 我們的貢獻度 這樣 所以 我們剛才討論出來就是說 呃第一個 是用 更簡單的 Google表單去 進行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人 去 吹大家 去填那個表單 就是前期啦 幫大家養成一個習慣 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我們起步開始 紀錄大家的工時這樣子 合作社的這個 就是流程一開始這個 大家到底投入了多少的心力在裡面會 所以我們會比較有的 紀錄這樣子 然後 也有討論到說 我們可以用 一些 Line的那個 chat chat 對 你可以來提醒大家 然後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呃 紀錄的工時之後就會 牽涉到 我們要怎麼樣去 給這個貢獻度 然後給貢獻度 我們就是 也討論到一個還不錯的方式 很不錯的方式 那個叫做 憑證 用那個 穩定幣來試著實驗看看來 用穩定幣來當我們的一個 貢獻度的憑證 就是之前我們可能操作的方式 大多是 給錢 就是 你可能 用了多少的勞 你花了多少的時間在上面 我們可能就給多少錢 那 這次 看能不能試著把 這個勞務的工時 或者是他的貢獻 用一種 跟那個 憑證去做結合 然後直接用憑證去 給 這一個 貢獻的 當 直接用憑證去給 不要用給錢 這樣子 好 然後 那這兩點主要就是我們下午討論出來的 東西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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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種可以 這個 那一種可以行動 這個 之後可以行動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 來 以我們現有這邊有的那個合作社 來做一個實驗 剛才講的那個勞務工時的紀錄 然後還有品證的紀錄 操作的那個 我們的公司管理的一個紀錄系統 然後希望建立慢慢建立出一套規則之後可以去複製這個模式到 可能現在的合作社之外的別的小的合作社 然後看能不能之後我們建立一個就是 很多小小的合作社 但是是大 是很多 很大量的 那這樣子接下來就可以 慢慢去取代一個大規模的一個 農業的經濟模式 把它慢慢的拆解成一個 小規模 小規模但是多量化的一個狀態 好 好 謝謝 讚